嗨,我是阿黎 今天桃子有事情来不了了 所以让我来配音 我们现在正在把门装缩一下 桃子说要把这里改成水帘洞那样的 桃子放一个图块 我放一个冰灯 桃子放一个图块 我放一个冰灯 配合相当的默契 这样没多久 我们就把这个狗们给连起来了 第一步就算是完成了 然后接下来在图块后面放上岩石砖 放完了之后再把这些图块打掉 中间的洞洞是用来放水的 哎,我去,掉下来了 没事,没事 刚才桃子不小心掉下去了 接下来在下面挖点坑 然后在上面放水 把这些水一个一个的放进去 完成之后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哎,这个野人有点碍事 等我先把它砍掉 好了,大家看这个水帘洞怎么样呢 是不是非常的beautiful 看咱家的桃子真的是太能干了 这么有创意的想法都能想得出来 我真的是太佩服他了 这个时候了我换上了跟桃子一样的白雪公主的皮肤 然后我们来玩一个角色扮演的游戏 桃子切换一下视角 看我们这样像不像在照镜子 两个一模一样的白雪公主 可惜就是这个白手的动作不一致 现在天已经黑了 让我们睡一觉 开始第二天的工作吧 今天我要跟桃子一起 把前面拱门的这个地方也填上水 做成水帘洞 不过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弯弯的拱门 所以弄起来会有一丢丢的麻烦 不过在桃子姐姐坚持不懈的努力下 终于是完工了 大家快看 我们的小山洞已经被两边的水帘给包围住了 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水帘洞 唐真姐姐说 接下来就要开始改造天换板了 光是想象一下我就开始肝疼了 不行 我要回去好好休息一下 也要好我的肝 好给桃子打工 我是阿黎 好了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